近来美国扬言 要求香港维护国安立法搞所谓制裁 这说明了什么 恰恰证明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香港的前途 而是把香港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棋子 这也更加说明用国安法反外部私立干涉的客气性 对一切外来干涉 我们都将采取有利措施与回警 香港有今天的发展成就靠的是自己的党品 靠的是祖国的支持 不是哪个外国的恩赐 我说过 香港精神一直在 香港优势依然在 国家支持始终在 现在我想强调 在国安法的保护下 香港一定能够战胜疯难 迎来新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学的请不吝点赞 关于我们准备 Sit